一整排透天 其中一棟特別突出 往上看居然還是階梯行為劍 一層比一層樓高 民眾驚呆拍下照片 真的太不可思議 四樓透天變成八或九樓 數都數不清 網友傻眼是八樓半啦 這地震會哭不出來 夾在中間比較穩嗎 透天升級成大樓 厲害了 疊疊了 這個有夠硬喔 那我離床的順序 順序的順序 順序的位很費用 一樓的應該差不多 差不多 通常透天的地基不會太整 針見變室內的 違建 要影響到結果性的東西 頂樓又往上加蓋四層 還疑似全部是石心水泥 原本是四層樓的透天 又加四層 有一半都是加蓋來的 有夠離譜 一樓去就這樣 可以買第二次的 一樓去就夠出樓了 那就是很久的事了 這如果說要有建 這可能每天都會 大概有四層樓的違建 因為它已經垂直 針見兩層樓以上了 所以它是我們優先 拆除第一順位的違建 在高雄最橫北路的 四加四層透天 明顯已經違規 公路局要求屋主改善 如果不動作 一個半月內將強制拆光光 四樓變八樓 還不是用青鋼架鐵皮 統統變成完整室內空間 不過建築結構 加蓋成這樣 讓人傻眼 記者高雄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